好 那現場的 民眾有問題嗎 可以現場優點 是 好我是 第一次聽到這個 GOP的聽眾 那我想要問的是 像這樣一個組織 他讓我們去參加他的活動 但是卻不讓我們成為他的會員 那這樣的一種 形態是 正常的嗎 或者是我們努力去加入這個組織的會員 的意義在哪裡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我們做了很多Action Plan 那些Plan將來是這個組織要來做Reviewer嗎 還是說我們應該要給反對黨來做Reviewer 這樣子感覺比較 大家真正有在溝通 不然好像都是執政黨的部分 在彼此互相 協調取暖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大部分的人 跟我們是一間不同的人 他們沒有機會進來這個過程 那這是我剛剛聽的兩個疑問 對 不然我們就輪流回答 那個剛剛史艾斗有個提問跟這有關 就是說這個OGP會不會成為中國的那個 中國沒有沒有沒有參加OGP 其實這個所以是我們為什麼也覺得這件事蠻重要 因為其實為什麼沒有辦法成為很多國際組織的會員國 就是國際地位的關係嗎 我們不被承認是一個國家 那可是因為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那個最想要阻擋我們的那個國家 他們沒有在做開放政府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機會啦 就是我們就比較有可能可以參加這樣子的國際組織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像兩公約什麼等等的 我們也都是用內國法化的方式去參與嘛 就說雖然我們可能不是聯合國的會員或什麼 可是我們還是實踐這樣子的精神 就算我們不是會員國 我們還是可以用國際組織的標準來做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 所以這件事情對內有意義 就是我們用國際的標準檢視自己做什麼 對Why也有意義 就是我們雖然你不讓我加入 但我把這個事做得很好 然後讓所有全世界的夥伴看看 為什麼有人做得這麼好卻沒有加入我們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這個我們想要加入會員的意義是這樣 那Action Plan要給誰做review 剛剛雨婷有介紹到一個叫IRM的機制 這也是這兩天工作坊的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在OGV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就是有一個獨立的去評估 去review各國的Action Plan到底做得怎麼樣 其實是有一個獨立的機制在運作 那可能就是由不同的國家的一些專業者來審查 所以不是由國內的互相審查 可是當然我相信其實 不管是開放政府或所有的政策 就不管是在演打或執政黨 其實本來大家也都有監督的義務 所以我想這兩件事情也不是 進就是不是相互矛盾的 只是跟大家說其實OGV有一個獨立的review的機制這樣 好 這我可以補充一下就是像兩公約的制度 其實那些當過IRM的專家 他們有些已經退下來了 那退下來的人就會是我們找來最好的機會 當然如果我們能夠找到線上的是最好的 那基本上退下來的多多早早一定有一些意願 那當然剛才我覺得你提的一個意見還蠻不錯的 是不是到底是誰要來 因為畢定一般的IRM是經過OGV的一個review的 那個成員是經過OGV 台灣也許可以是兩黨共同推派或什麼 我覺得這是蠻值得討論的一個方向 對好 那剛才參加國際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中國是有在做開放政府 只是做他的開放政府的目的 跟我們想像的這種開放政府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的open data也有在做 對open data也有在做 但是你知道嗎 你相信他的data嗎 我是有點懷疑啦 對好 那 這個OGV在加入OGV會員國 他有一個review的程序 其中 中國其實還差兩三個項目就有達標了 然後在前幾年有在修正一個規則 那 中國距離要加入這個OGV組織 只是要再更遠了 因為他比如說你們的 國家的一些政策制度啊 要不只要透明還要民主等 他有一些這要求 ok 然後 嗯 另一個問題我覺得蠻不錯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ActionPlan大過於加入這個組織 因為這才是直直的改善嗎 當然只是如果我們做得好 能夠被人家看見那不是更好嗎 因為我們的結果會放在他們官網上 我覺得這是更棒的 那不能加入的話 我們只能把自己的結果 放在自己的網站上 寫在這個落差 對 然後你剛剛好像有說到說 反對黨對不對 其實我所知道的 目前台灣在做的ActionPlan 它其實是有容納 就是不同政黨的參與者和辦公室 這件事情應該是 也是一個目標 它並不是說它只是屬於現在 現任執政黨的東西 理想的情況下 它應該是所有的政黨都為了這個國家共同努力 所以我可以補充一下那個 那個什麼獨立審查 IRM的部分 就是說 開放政府這邊還沒決定 IRM要怎麼做 然後開放國會這邊 有提出一個方案 就是說 我們聘一個學術機構 或是一個獨立審查機構 然後由MSF 就是民間自己來這邊募款 然後政府一半一半 或是民間多一點 用這種方式來聘一個獨立審查 的機構來做這樣子IRM 然後用OGP的這些標準 來一樣來寫這些章節 要涵蓋哪一些內容 一樣來寫一篇報告 然後除此之外 民間可能會再用公民團體的身份 再出一個影子報告來說 因為獨立審查是學術機構 或是比較第三方 然後比較來從一個持平的立場來做 但民間這邊可以有更多批判性 我覺得那裡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開放國會這邊應該會 朝這個方向去做 但開放政府這一塊 好像還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確定 但我覺得是大家可以互相參照的地方 有問題來 有問題嗎 就是我想問 因為早上有一個公務員問 然後我在工作坊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是公務員 然後好像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可是我覺得這很值得拿出來 討論 就是剛剛恩恩有提到 就是 我自己在代工作坊的時候 早上代工作坊有提到 就是說我覺得這種創新的機制 很需要有失敗的空間 對 不管是公司的協作還是開放 它這個過程中都會有一些挫折或是失敗 它需要有空間 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可是我會自己覺得 我在政治參與的過程 或是民間這些議題參與的過程 我會覺得台灣好像不管是公部門 還是輿論對於失敗這件事情 願意給予的空間都蠻少的 比如說我很難想像 一個公務員 要來城市開放政府 然後辦一個公司協定工作坊 然後失敗了 那他的 或是這個討論很不 很不好 品質很不好 或是最後的action plan沒有被實行 沒有辦法成功 那公部門怎麼看待這樣子的KPI 那民間怎麼看待一個失敗的嘗試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我自己覺得很焦慮的部分 我相信恩恩也會對這感到很焦慮 我想要提出這件事情這樣 所以這 我要回 我可以回應那個阿飛的問題 我覺得失敗很重要 因為失敗才能夠成功 然後我覺得我嘗試過 最適合去失敗的領域 就是G0V的黑客送 裡面有超級多失敗的專案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失敗就是一個 就是其實他成功的專案 大家看到的專案可能不到10% 90%的專案都是失敗 沒有活起來的 但是因為open source它有復活的一天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鼓勵 就是如果 其實已經有很多公務員到G0VITM 然後在那邊從事官民協作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值得嘗試的場域 對 我覺得選擇合適的場域去嘗試 是踏出去的第一步 對 好 剛好這個問題剛剛也想要做點補充啦 那因為我自己也在一個開放就是 比較國際的組織工作一段時間 到昨天為止這樣子 然後 對 好 然後那個組織是那個維基媒體協會啦 就是大家知道維基百科 那 我就記印象中 我自己第一次去參加國際會議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分享的工作方 叫做最華麗的失敗專案 就是去講一下 就是會有那個印度的人跑過來說 他們做了什麼案子 然後後來為什麼失敗 然後告訴我們千萬不要這樣做 好 那 因為剛好回答這個問題 我剛才其實也很想問 像開放政府有沒有在國際上 有這種華麗的失敗專案 那也許可以幫國內的公務員 建立很多的信心 因為我們去參加會議回來之後 就一直說 你們不能這樣做 因為印度失敗過 都把責任推給國外 就是 拿別人的失敗當作我們的快樂這樣子 好 那 反正就是 也許這個是一個建議 是不是可以 多有一些這種失敗案例 但是是有 當然是有這個教訓 有一些 學 的這種失敗案例 能夠多多的在 這一類的活動上 更見識面 不要只給我們成功案例 那會 有的時候會對執行的人來講 壓力非常的大 好 謝謝 好 好 我三個關鍵字 一個是取暖 一個是效能感 一個是一起承擔 就是取暖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取暖是很重要 因為我之前去參加 Summit的時候 就是去法國跟喬治亞 我覺得的確有這個功能 就是 大家知道 OGP很強調政府跟民間的夥伴關係 所以它的Summate就是會 規劃就是有民間社會的一天 然後跟政府的一天這樣子 政府的好幾天啦 就是有一些不同的Panel 所以你會聽到可能 同一個事情或同一個國家 不一樣的觀點 然後所以其實我覺得 像這種大拜拜的場合 還是蠻需要的 因為就會發現說 原來其實其他國家 也遇到類似的狀況 原來你們也遇到這個困難 不是只有我們在這邊 很冷冰冰的在面對這些事情 然後會有很多失敗的案例 然後我覺得那個取暖是蠻重要的 再來第二個是效能感 就我覺得在很 minor的層次 我們在實作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會很希望給這些 我們的先鋒 就是我們的PO 我們開放政府聯絡人 一點效能感 就是他們 你要他們不怕失敗很難 因為法律就寫在那邊 然後政治責任他們就要扛 所以我們只能在 盡可能在一些 其實可能很小的事情上面 盡可能的賦予他們 其實做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 讓你看到 你辦了這個會議 你橋樑了這個事情 那我的中文好奇怪喔 你橋樑了這件事情 那真的有一點 真的有一點那個 所以我覺得給予效能感 是很重要的 互相都要提升這個效能感 最後就是一起承擔 就我覺得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 很多事情克責 就是還是會覺得是政府 或者是有權利 有資源的人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可是我覺得這觀念有時候稍微 有時候可以翻轉一下 就我都跟公務員說 我們打這些組織稿 不是為了要去檢視你的發言 你講了什麼 最後你有沒有做到 同時也是要看 民間的人提的什麼意見 然後他們對這個事情的評價是什麼 這個東西一樣會被公開 克責應該不是只有 對有公務身份的人而已 然後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 很多政策的成功跟失敗 民間也要一起承擔 不是只有政府而已這樣子 好 我提一個比較不一樣的看法好了 就是其實 我覺得只要繼續做下去 可能還沒那麼確定說 這件事情就是失敗的 其實H1Plan 我去看了一下很多 做成功的 當然也有結束的 但更多的是我們演一下好了 我們演個一年 我們再演個兩年 SDG 聯合國SDGs 我一直覺得蠻有趣的 也是一直在演 然後最近一次演到2030年 對 我覺得 就繼續做下去 對阿時間還長 反正沒做完之前 都還不能說他是失敗 等一下 撐得下去 細鵬站久也就是你的 剛剛像剛剛說的 G10V的場域其實很歡迎失敗 真的假的也沒有成功 真的假的失敗也很多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其實是盡量的把會議記錄留下來 我們所有的記錄 連我們聊天的話題 然後我在會議裡面唱的歌 他們都會記下來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很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說千萬不要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不能在會議上唱歌 或者是避免嘗試一些錯誤的選擇 失敗其實並不可怕 像真的假的 就是一直沒有辦法提升 因為有第三方的把他接了 所以有的時候也會覺得有點 那想說如果做不下去 那我就收了 收了之後 既然他是開源 他就可以繼續走下去 他可以讓別的人 如果有興趣他們就可以接走 我認為你要能夠維持這些資訊的開放 並且了解資訊的共享 那政府跟平面才會有合作的空間 跟合作的可能 好 換一個身分 就搞社運大部分都是失敗的 那沒辦法這件事情就是要繼續搞下去 社運大部分都是失敗的 就是習慣就好 就是總是要做到死為止這樣子 就是檢討修正再繼續 對 作為一個沒有一個社運成功的 前社運分子 我理解社運的失敗 我只是覺得 我早上可以感受到公務員 在那個體系裡面很難有失敗的空間 我現在講比較是 以基層公務員為主的角度在講 然後我覺得 我也同時想要提醒 就是民間社會好像也 民間的大眾的輿論 好像也沒有給政府 比較多失敗的空間 就是我們對於失敗容忍度 其實是很低的 然後我覺得在G0V 或者在社運的這個過程中 當然我們都在忍受這些失敗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整體的事情 我只是想要就是強調這件事情 然後聽聽大家的想法這樣子 好 對 我們討論失敗 討論的好像很熱烈 但可能聽在大老闆的耳裡 院長說失敗 所以其實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有時候對於這個失敗容忍度 可能不像我們一般 或者是師父們這麼高 那我們來現在看一下一些 slide 是 是 對 這是宇昌提出的很好的論點喔 那因為有直播可能聽不到 那我就重新復甦一下 對 他就說失敗 就對政治人物來說 失敗可能會意味著選票流失 那對人民來說可能會浪費公帑 所以說要怎麼樣讓政治人物在 就是不害怕失敗的前提下 願意去做這些有風險的事情 這是很值得大家探討的議題 我有漏掉什麼嗎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slido上面 一些問題喔 比如說怎麼讓公務員更有動能性 讓公務員也更有舞台提出政策 公務員之間也可以有社群吧 之前在加拿大做數位政府公務員 有個像linkedin像參加線上論壇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分享各部門的做法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講eid的喔 就是說內政部可以在發卡的時候 把它貼起來 甚至用呱呱樂的方式 然後 參與的民眾勢必在上班日出勤的時候 甚至大行長期專案發費更多時間 不如公務員有薪水在做這些事情 補貼如何進行 避免有心想參與改變的人 為了日常工作犧牲公眾參與的機會 減少社會改變的契機喔 那不曉得這邊有沒有人 可以先 社群吧 真的假的在經營社群 我們做 真的假的要做的事情就是叫你來工作 這件事情 常理常講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使用的方法是遊戲化 我們期望讓本機提升 或者是讓 比如說我每周會唱名 你可以讓那個單一的公務員 他的努力被看見 這件事情對於所有社群人員 都是非常重要的 同樣的 像所謂的收割文化 你不應該讓 讓大家可以說自己做多的事情 而不是講別人做過的事情 這件事情對於鼓勵大家 自我的參與 跟自我的認同感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給予他成就感 給予他能動性 這件事情是 經營所有社群都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同時尊重別人的努力 而不是 把別人努力當成自己的努力 那只要能夠維持這些基本的原則 其實社群就會養得起來 那公務員也是 不管他是來自於什麼樣的地方 來自什麼樣的人物或背景 他只要他的努力有被看見 或者他的努力可以帶給他自己認同 帶給他自己成就感 這件事情就可以慢慢的被記錄下來 他能夠有記錄 他能夠有log 那這件事情就可以成為 以後的民眾 在瞭解這個單一的公務員的人員 他付出努力的情況 同時對方看到你的努力 其實就比較可以避免 像剛剛說的失敗怎麼辦 失敗沒有關係 大家都有看到你的努力 其實那個東西就是可以被理解的 沒有 好 臺灣公務員社群有一個那個公格力嗎 是貼連結 貼連結 貼連結 對 那 我覺得要求上班族還要參加社群 其實有時候也 太強人所難了 因為有些還要回去帶小孩 但是疫情改變了也許 可以試試看從縣戰聚會開始 那或者參考一下 比方說鄰國 日本我覺得他們公務員 參與社群的積極度好像高了一點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前陣子我 幾年前我去參加他們聚會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 我需要有老中 老中心三代做在一起 都是公務員 然後剛好是同一個 就是類似部門 但是是不同地方的 那 可能他們有一些想法 但是也許 這是一個 試試看的機會 但Linking臺灣其實比較少要用嘛 其實是可以試試看一些不同的選項 現場還有人要 是 好我想要談一下那個公務員的能動性 他有兩個能動性 第一個就是法律有規定 我就依法行政 第二個是我的老闆有政策 我就依法推行 那這兩件事情 是我在上班時間要做的 我如果在上班時間看G0V 那這不是我的老闆 也不是我的法律規定 我該做的事情 那個會讓這個公務員 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不是他不願意做正事 不是他不認同大家的理念 而是這個是不允許他在上班去做的事情 要不然人家會覺得你是不是太閒了 就是你的本職工作 一下就做完了 然後你有很多餘力去做這種社會參與 這個對公務員來講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所以這兩個能動性你應該要給他 就是你要給他法律依據 你要給他主管的政策 那麼他就可以在上班做這件事情 那剩下來其實公務員 其實非常熱心公益 也非常熱心公務 那就是像我這樣下班來這邊 參加這個活動 這樣我覺得他推薦 那個是對公務員 包括這個會Again 不是跟他走的 很密集嗎 有的 這個會有的 跟隨他講 如果你們都會改變 我們現在才找到 這次的 你會有些人會把 然後還有很恩貼的一些補充資料 中國OGP的參與狀況 剛才余婷有回答過 那從政府到民眾這個方向 在假訊息上很艱難 民眾到政府這段 有沒有什麼可以讓政府 聽得懂的辦法 這個可能要 民眾到政府這一段 這個可能要 民眾到政府這一段 其實查核組織通常 不會由政府來主導 這件事情在像IFCN 他們就是有很明確的規定 所有查核組織都不能夠接受政府的捐款 不能來自特定的政治人物 那民眾到政府這段 有什麼可以讓政府聽得懂的方式 第一個像他們申訴 他們可以提供說就是我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那也是什麼真的假的做那個平台的原因 因為 資訊太分散了 而且民眾的 民眾的申訴 民眾的想法 其實沒有人知道 其實要有人來整理 因為他如果在封閉的聊天室裡面 是沒有人看得到 他就會變成 我跟我的朋友這件私下的對話 那如果有人願意認為說 這件事情有公共價值 有公共利益價值 或者是他應該被更多人參與 會了解 他就能夠放出來 像我們最近有一個很熱門的訊息 就是 三峽有一個大金庫 大家都說三峽現在有登革熱 那是因為蔡英文在那裡想要去挖黃金 為了避免他把黃金運走 所以他都會說那有登革熱 這樣大家就不會去三峽 那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國民黨的某些立委 像蔣萬辦公室 或者是 像是 等等 他們都被通知了 所以他們也很關心就是黃金的事情 那 我 我只好 我只好一個一個辦公室 打電話去問說 你們委員 就是委員這件有沒有聽到這樣子的訊息啊 這就是民眾的想法 而且這則訊息非常的熱門 我們現在接的就是網頁跟所有報導的資料 所以就是 他就是民眾現在很困擾的事情 然後 助理不知道 委員本人當年也不知道 我說到了就是助理的回應 助理就說 委員是今天聽我們講他來知道這件事的 那你就知道大家 民眾跟政府之間的落差就是這麼的大 因此 要有人能夠把這些聲音再整理出來 然後再放出來讓政府說 這就是民眾現在的問題 希望這樣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 那請問校園能夠在開放政府中 扮演什麼樣的協力角色呢 這一題有沒有 喔 不好意思 那個我們的承諾事項裡面 我們有五大面向 其中一個面向是 擴大公共參與機制 然後這個裡面 就有包括青年政策參與 就是教育部青年署 然後還有將 也有委員提到 就將開放政府觀念 納入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 推動範圍強化教師真能 我要說的是 就是有一定有 就是開放政府 或者是這種公民參與的概念 是有機會進入校園的 但是也很仰賴就是 留言的這位朋友 或者是你知道有身邊各種教師 就是可以 積極的來參與相關 因為之後一定會做這個事情 這個已經是我們 Action Plan的一部分了 我看到有一個很好玩的題目 就是參與民眾 必須要上班日出勤嘛 然後大型活動跟產品專案 很花心力跟時間 然後不如公務員有薪水 在那些做事補貼 如何進行等等等等 一大堆一些 然後為了日常工作犧牲 希望減少 也希望 也 也減少社會改變的契機 對 那我先從民眾公務員 來看這件事情好了 其實民眾參與這些公共政策 比如說如果你有機會參與到 那個MSF的核心的話 你應該至少會有出席費 對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有時候 在國外有一些program可以去拿 那你就可以成為一個 可能比台灣上班族 薪水領得還要好的 然後參與公民科技或公民 公共事務的人 那公務員其實 有些人很積極嘛 但其實我比較說 公務員的薪水 好幾年沒有漲 這實在有點可惜 那 也許H-Plane IRM做得好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有獎金 這可能也值得考慮看看 我想要聊校園 因為我是永遠的少女 關於校園 校園如何 在開放政府中扮演角色 其實我們要知道 校園其實可以鬧到很小 小學 幼稚園 其實他們就要學習 什麼叫detachers 什麼叫做democracy了 因此 政府對於兒童來講 或是對於中學上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不能夠因為他的年紀小 他就失去了這個 整個環境當中 他可以做決策的權利 因此如果說 他們可以自己來整理這些資訊 像我所知道 校園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專案 重新再把城市fork一下 他其實可以成為另外一個 發表意見 或者是提供資訊給政府 發表他們想法 或者是希望能夠影響政策的做法 他們都還沒有投票權 但政策對他們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教育部 每一年再改一次的 比如說課程的內容 或者是教育部 任何法規的設計 其實對於這些學童 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影響 每一個政策對他們的影響 都是非常非常深遠的 因此 校園當然可以在開放政府當中 提升他們不同的角色 比如說他讓我們應該有提供 像青年的空間 根據教育部青年發展所的規定 我國青年的設定 在15歲到35歲 也就是說15歲 他就已經可以參加這個活動了 那15歲以下當然更不用說了 因為他們雖然小 但他們應該也有話要說 然後簡報的話 真的假的簡報都是CC0 大家可以自己有用 那一群人我不知道一群人 我們簡報全部都是公開在上面的 現場也有 影片也會有 然後我補充回覆一下 那個校園能夠做什麼 我覺得問這題目的超好的 我就找一些那個 那個學生會會長 議會議長一起成立 開放校園聯盟 然後看一下名字怎麼取 然後就要求學校 要按照Action Planning做事情 我覺得可以成為 不是可以讓校園成為政府的參考 和各地政府的參考 我覺得超讚的 好 現場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 這邊我想分享一下第一個是 也許不一定我們要學國外 也有可能是國外學習我們 那比如說我覺得我們的PO 或是我們的協助會議 算是走在很前面的一個 一個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想要請問 就是假設撇除掉國際的指標 國際其他國家在做什麼 想請問你們對於 因為開放政府我們都知道 它的四個精神 然後今天聽了一整天也知道 大概知道開放政府想要做什麼 但是如果是20年後 30年後 我們努力做這些事情 你們有沒有想像過 開放政府最可能 20年後的狀態是什麼樣子 因為有時候我聽了 參與透明 克哲跟韓榮這四個精神 我知道要做什麼沒有錯 可是我不知道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想請問你們 做了這麼多努力之後 你們有沒有想過 以後可能會是什麼樣子的狀態 好 不好意思 我們只剩兩分鐘可以請一位講者 來 那邊有問題 那邊有問題 你要回答還是有問題 其實跟剛剛那個有關心 因為大家好 因為我是那個民間委員之一 那因為唐委員 唐政委呢 非常的忙碌 就不好意思佔用大家時間 就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PO制度非常好 然後這個開放聯絡的人 做了很多這個嘗試 的確有很多空間 是一般公務員 剛剛講的那些困境裡面沒有的 有沒有想過利用這個機會 就是在提這些行動方案 這一次呢 就把這個東西制度化了 好 PO已經有要點進行制度化了 我回答還是要趕快來問 他會在你離開 就是要回來之後 再行動的人會進行 我覺得你問的問題很好 那其實我 我有想像過這個問題 就是未來的話 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就你講的 不一定要學國外 就台灣其實也都做得很好 那其實我參考他的 A3Plan 跟那個那個整個制度 其實也就是 在民間企業某些公司 會拿來review員工的一種方法 那或者review專案的一種方法 把它變成在國家政策上面 我的看法會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以後你的review你的人是IRM 不是你的主管 我相信這可能會是更客觀的 身為一個公務員的話 我會有這樣的想像 或者我盯的政策不會是一個 我的政務官說的就算的是一個 共識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我只按照這個 這個共識的結果去做 那也不會因為改朝換代就改變 也不會因為失敗了 就說那是人錢 因為是我們共同討論出來的 我們要共同承擔 這是我想像的可能的未來 好那我們就先休息10分鐘 好嗎謝謝大家 謝謝